嘿嘿 狗都腐爛這樣 整隻都還會有農藥桶耶 農藥品 有 大概一個禮拜會執行一到兩次的垃圾藍櫥作業 我們常常最誇張的就是動物獅子 狗、貓、那前陣子有比較大量的雞的獅子 大概是獅子 那碰到這種大量的動物死亡 我們都會通報動植物訪律所 只要我們來做一個檢測的動作 那避免就是有積溫 或是人家亂丟包垃圾去出發 在去年度開始 針對這個線管河川 包含我們這個跨聯市的美輪溪跟 吉安鄉的吉安溪 還有甚至這個受風的這個水連溪等等 我們有12條的線管河川 那幾個比較主要的像美輪溪、吉安溪 我們都有設這個藍汙所 去在幾個熱點區域去攔截這個溪流上的垃圾 那在去年度的這個執行的狀況 我們大概有這個攔截清楚了 大概將114公噸的這個垃圾量 我想我們可能會跟這個相關的單位 包括環保單位 還有這個公所去做這個相關的破袋檢查 希望遏止這些整袋整袋垃圾 直接丟到河川裡面的 我希望民眾也能夠慢慢的這個 培養自己的公德心 我們會先來一些公佈的 那是一個公佈的